民法是法律一個最基本的地方 因為民法的很多的規範 以後會在各個領域裡面都會用到 所以是一個很基礎的 法律的概念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來 談這個民法的基本的概念 那民法的基本概念 我們大概要講四個 一個是法與社會規範 一個是公法與司法的區別 另外也是民法的範圍 最後一個是關於法源 這些基本概念要了解 那首先是要談這個法與社會規範 那麼法律是屬於社會規範的一種 社會規範有很多 有包括倫理 道德 宗教 當然包括法律 好 那我剛剛講說 社會規範 就是來規範 每個人的社會生活的行為 那它可能是倫理 道德 宗教或法律 所以法律呢只是社會規範的一種 因此呢在法社會學裡面啊 我們就把 通常在講法律的時候呢 會把法律分成兩種 一個叫做行為法 一個叫做裁決法 所謂的行為法呢 它是規範 從內心裡面去規範人的行為的 那 在法社會學的觀念裡面指的就是 像倫理 道德 宗教 那麼它從內心裡規範你 那你就做一個符合社會生活所需求的行為的 這些模式 那這個叫做行為法 而法律的另外一種呢叫做裁決法 所謂的裁決法指的是 國家的法院 可以拿來作為裁判基礎的 這些法規範 這叫裁決法 所以它是拿來作為裁判的 這個規範 這叫做裁決法 那這裡所 所指的裁決法 當然指的就是 國家法 也就是所謂的state law 那這個國家法的特色是什麼呢 國家法的特色跟行為法最大的不同 在於它有國家的強制力 也就是當你違反 倫理 道德 宗教的這些要求的時候 你沒有其他的 外在的強制力去強迫你必須履行那些規範 但是國家法的特色就是它有一個國家強制力作為後盾 當 這個人民沒有依照這個國家法去 去為一定的行為 好 的時候 那這時候國家法會有一個強制力強制你去履行 那這是國家法的特色 那這樣子的 裁決法呢 固然 它跟 看起來跟 倫理 道德 宗教好像是區分為兩類 好像是不同的類 是以國家強制力作為後盾的 反正你不履行我就 強制你去履行 但是呢 其實裁決法它能然 不能夠遠離於這個所謂 人類社會生活上基本的 倫理生活規範 因此呢 裁決法呢 它有一些特色會跟行為法重複 但是有一些特色未必跟行為法一致 比如說 裁決法它就具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呢就是裁決法呢 具有所謂實質的妥當性 那第二個特色呢是裁決法有實用性安定性的要求 那這兩個特色呢 剛好呢 跟行為法有的一樣有的不一樣 所謂的裁決法的實質的妥當性指的是 我們 裁決法 國家法 它最後要體現的 還是要符合 社會上一般人的倫理道德宗教的規範 它所要求的那個倫理性 那倫理大用禁止的原則呢 我舉 例子讓各位了解 倫理大用禁止的原則 在 那個 德國一個 最好玩的例子是說 它是說有一塊土 有一塊地 就是 甲乙 是 相連土地的所有人 那他們在相連土地所有人呢 這個兩個人就處不好 兩個人處不好 那兩個人處不好呢 本來這兩塊土地 都是草坪 都一大片的草坪 相安無事 但是兩個人感情不睦 後來呢 這個甲呢 他就在他的這個土地上 他去 經營 經營一個 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 熱氣球啦 或者飛行船 那種營業 就說 大家來這邊就可以坐熱氣球 坐飛行船 這樣 在我這邊 到天空上 然後看看 看遠方 這樣 好 那經營這個事業啊 的時候啊 他就經營這個事業 結果乙呢 在他隔壁這個林地的草坪 他就做了什麼事呢 他就在他的 土地上啊 立了很多 尖銳的木樁 立了很多尖銳的木樁 那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 立這個木樁幹嘛呢 我在行使全力啊 just for fun 我土地我高興怎麼用就怎麼用 可是他真的目的是什麼 那很簡單啊 他真的目的就是立了木樁之後 如果你在隔壁坐那個什麼 飛行船啊 坐那個熱氣球 掉下來剛好掉到木樁 那就怎樣 那你就慘了 所以呢 他行使 他在行使所有權 因為所有權包括使用權 他在使用這塊土地 就是在行使所有權 任何人可以行使所有權 可是他行使所有權的 主要目的就是做什麼 就是讓那個熱氣球掉下來會被戳破 飛行船掉下來會被戳破 所以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讓你啊 做勝利做不成 所以呢 他的 主要的目的就是以損害他人為目的 那這時候呢 雖然 權力人可以行使權力 那他們沒有其他目的 他的目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呢 法院 德國法院說這個謀儀呢 是權力濫用 他在行使他的所有權的時候 就是有權力濫用 那應該被制止 應該被制止 好 這是一個 德國法 有趣的例子 那甚至以前 有一個例子是說這個 隔壁鄰居賈跟以智鄰居 相處不睦 然後呢 賈呢他明明知道這個謀儀呢 隔壁鄰居他非常怕看到紅色 看到紅色他就 趕快退回去 非常的驚恐 這樣 結果賈呢 從此以後每天出門 就穿紅色衣服 然後就到儀的隔壁 到他門口 晃一晃再走 那他 他是不是形成權力 是啊 可是這也是一個權力濫用 你幹嘛一定要 這個穿紅色 甚至呢 賈呢就在他的 把他的 家 把他七層紅色 讓儀呢 從此不敢出門 他在 他在使用他的房屋 Decorate 他的房屋 把他的房屋 七層紅色 這是他的權力的行持 可是他的目的做什麼 他的目的 讓你從此不敢出門 因為你一出門就看到我的房子 紅色 Bingo 請你回家 讓你產生驚恐 這個是 沒道理的 這也是一個權力濫用 的例子 好 那台灣的例子呢 台灣的這個權力濫用例子當然很多 那其中最主要的一個 類型 一種例子呢 就是叫做 越界建築 越界建築是什麼意思呢 那一樣啊 就是發生在我剛剛講 這種 鄉林土地 這很討厭 比如說今天摩甲 摩宜 他的地 鄉林 那摩甲跟摩宜呢 土地鄉林 結果摩宜呢 他蓋房子 行使所有群的蓋房子 他就在這裡蓋了一個房子 蓋了一個房子 蓋這個房子呢 蓋了幾層樓呢 蓋了十一層樓 蓋了十一層樓 準備做飯店 開飯店之用 那準備做飯店之用 後來蓋好了之後發現 殘了 這塊地 他蓋房子呢 去清到了摩甲的土地 蓋到人家的 土地那邊去啦 這個會不會發生 這個經常發生 因為那個土地 平平的你哪知道界限在哪裡 你想想看那個 一塊地跟另外一塊地的中間 只是一條線 而且這條線是沒有畫的 這條線是量出來的 是用那個 地震機關去量測量一量才知道是這裡有一條線 平常看不通那條線的 那你蓋房子的時候當然會來量 可能量一量可是他蓋還是蓋超過了 蓋超過了 好 那些問題來了 這個蓋超過這個 地 然後呢 夾就說 來 他是請求疑 依照民法第767條請求 我猜污還地 這是與我們猜污還地的訴訟 所有的越界建築 的案例 發生的時候 這個 林地的所有人 就會請求那個 戰友人說 你猜污還地 767條大家我們再看一下 好我們看 767條 767條第1項他說 所有人對 無錢 佔有 或傾斗其 所有物責 都請求 反繁之 所以所有人對無錢佔有人呢 可以請求反繁土地 那反繁土地呢 土地上你有蓋我房子 我就可以叫你把房子拆掉 他把土地還給我 這個就是 財富還地 財富還地 好 那通常而言 在這種越界建築 就是 摩椅呢 越界呢 蓋到摩甲的土地 摩甲的確可以請求 財富還地 這是原則 這是原則 767條就是這樣規定的 可是 有些案例 很特殊 有些案例什麼特殊呢 各位可以看這個 這個 教科書裡面有引一個 判決 就是 79年台上 2669號 在這個判決裡頭呢 這個 摩椅呢 蓋這個樓房 佔的土地呢 是多少呢 就是 他說 寬只有2公尺 長 大概 20公尺 就是 一個狹長的土地 狹長的土地 那狹長的土地 如果你要求把它拆掉的時候 會有什麼結果 就11層樓全垮了 全垮了 這樣還可以嗎 這樣的話 甲還可以行使這個 拆貨環地的請求權嗎 某甲在這裡 是在行使權利 只是說他行使的權利呢 對他有沒有利益 有 他有利益 他可以取回 這一個狹長的土地 2公尺的土地 但是導致的損害是什麼 是乙呢 會整棟11層樓垮掉 因為他就是 就編了 各位同學 你看看一個大樓 然後這一面牆全部拆掉了 房子不毀了嗎 那在這種情況怎麼辦 那麼 最高華恩說 最高華恩說 那麼 最高華恩就有句話 他說 這個是96年台上334號 的判決 他說 他說倘其權利之行使 就是如果一個權利人行使權利人 自己所得利益極少 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的損害甚大 重此為權利人取得權利之出所不知 亦非不得 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所以 你看他說如果這個 這個所受 所受利益 甚小 他說在這種情況底下 那 法院會認為說 這個權利人 摩甲行使權利 是 屬於 權利濫用 屬於權利濫用 所以 各位同學你可以知道就是說 什麼叫權利濫用呢 權利濫用 如果你單純去念這個 148條第2項 他說權利之行使 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從這個 來思考的時候說 你以他人 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這是一個主觀上的想法 所以在學說上 就有認為說 到底這個 權利濫用什麼時候構成呢 依主觀說會認為 必須是權利人在主觀上 由以損害他人 為主要目的 比如說我剛剛舉的例子 那個立木莊 那主觀上 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還有呢 把房屋七層紅色 那個主觀上 就是以損害他人主要目的 這叫做主觀說 可是我們現在的 最高法案採的呢是 客觀說 客觀說認為說 權利的行使 會不會構成權利濫用呢 是要以 客觀上的 標準 那這個各位可以去參考 最高法案明白表示的是在 108年 台上 1572號 時期待會兒 азывается 你自己的 說不定 你怎麼會去參考 比如說